中华上下五千年商朝之 五王伐咒 西伯姬昌在位五十年 还没来得及完成灭商大计就刻然尝试 虽然直到去世 姬昌都没能真正向商发起进攻 但是在江上的辅佐下 他为子孙后代推翻商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姬昌去世后 世号文王 他的儿子激发即位 就是周五王 五王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 积极为进攻商朝做准备 为了便于进攻商都朝歌 他还将都城由封迁治稿 此时的商朝 在暴君咒王统治下 政治已十分腐败 为了试探商朝的实力和天下对攻打商朝的反应 五王在继位的第二年 以祭奠文王为名 绿大军先西行至碧园 金陕西长安 的文王陵墓 然后转而东航向朝歌前进 抵达黄河南岸的孟金 金河南孟金东北 五王自称太子发 在军中竖起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牧牌 意在文王仍是大军统帅 文训赶来参加参加会盟的有八百多诸侯 在盟会上 武王举行了试诗仪式 并发布试词 众诸侯力劝武王立即攻向朝歌 但是武王和江太公认为 商朝的军事实力仍不可小觑 攻打商朝还不是时候 于是 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要静待时机成熟 并下令全军渡过黄河 班师回西土 等待时机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金官兵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军队检阅 武王看出人心向周 商纣王已经重判亲礼 商朝西面的危机刚缓解 东夷又乘机大规模工商 商王集结重兵朝东夷发起了进攻 在对东夷的作战中 双方战斗激烈 东夷人勇猛擅射 可是商军配备精良 武器都是青铜打造 精巧锋利 杀伤力大 不仅如此 在战斗中 商军甚至组织相对参战 古书中有商人符相 未虐于东夷的记载 商军在战斗中战尽优势 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到了下去 众多疑人成了俘虏 沦为奴隶 咒王指挥商军成胜进军 势不可挡 一路冲杀 一直打到了长江下游 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 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 为了勇绝后患 咒王甚至开通了一条大道 通往东夷 以便东夷起势时 可以迅速调兵镇压 自此 中原和东南一带得以互通 加强了中部和东南部的联系 使商朝的文化得以在东南地区的长江流域广泛传播 长江流域自然地理条件优越 当地人又吸收了先进的农耕文明 发展非常迅速 但这次征战旷日持久 不断发兵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商朝国力大损 加速了灭亡 因此左传中有咒克东夷而允其身的说法 根据左传的记载 咒王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 路过有苏氏部落 掳获了打击 咒王有了打击后 对他宠爱有加 虽然连年征战使得国力空虚 他却不思进取 反而更加娇奢淫逸 造露台 致袍落之行 良辰彼干 姬子忠言尽见 一个被杀 一个被囚 太师 少师见咒王已不可救药 带着商朝宗庙祭气 逃离朝歌 商王朝内部矛盾更加激化 武王跟江上认为时机已到 是时候发兵了 于是 武王通告各诸侯国 果断决定向朝歌进军 进行灭音的最后决战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 卫军3000人 士族4.5万人 在孟金渡过黄河 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墓野 金河南卫辉南 与周同盟的雍 鼠 枪 威 卢 鹏 蒲 蒲等方国的兵车4000胜会合 战前 武王举行了士师大会 向全军发表誓词 及上书墓誓 誓词中列举了咒王指 为打己妇人之言试听 背弃祖先等罪状 说明伐咒是功行上天之义 同时要求将士们在作战中要严明纪律 英勇杀敌 周武王的大军都以兵临朝歌郊外 商咒王这才惊醒 赶紧停止歌舞艳乐 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此时 咒王的军队主力在外地 城内兵力空虚 不得已 咒王把囚犯 奴隶 战俘武装起来 凑了17万人开向牧野 仓促应战 双方在牧野展开决战 周军士气高涨 奋勇冲杀 商军则人心涣散 毫无斗志 武王利用人们对商咒的怨恨不满 鼓动兵士起义 结果 商军临时组织的军队阵前倒戈 调转矛头为武王的军队开刀 杀入朝歌 这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 咒王建大势已去 连夜退回朝歌 登上露台 自焚身死 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 商朝就此灭亡 之后 武王建立周朝 史称西周 优优优独播剧场